桃園市衛生局鸡茶进口蛋流向时 揪除了业者使用进口蛋 蛋却标示产地台湾 后续将依法对厂商开罚 为了确保学生营养午餐用蛋安全 卫生局连日查核蛋品源头厂商 确认供应商全部都是使用国产鸡蛋 进口鸡蛋问题持续延烧 桃園市衛生局日前鸡茶某蛋品工厂时 茶获业者使用巴西进口蛋 产地却标示台湾 后续会以食安法开罚 并要求下架回收 面对进口蛋造成的风波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出席桃園的活动时表示 进口蛋都有使用的分配 中央也会提供完整的资料给地方政府 它有三个使用的分配 第一个是上市的壳蛋 第二个是库存 第三是交给加工业者 那大概有五十几个单位 都有资料可以查核 那农业部也提供给食药署 那也同时提供给地方政府 都可以这个鸡茶流向 另外卫生局也查核了校园银洋午餐蛋品源头厂商 鸡茶结果也出炉 六家洗选蛋供应商 三家CAS一蛋供应商 均使用国产鸡蛋 由于桃园首先查货 业者混冲进口蛋标示为台湾产 市长张三正表示 桃园的食安问题不靠中央 是否会自己掌握 我觉得在民进党现在这个执政 实在是看不出什么头绪情况之下 我们所有县市都要靠自己自立自强 所以当初出现了这些鸡蛋的疑虑以后 我们的卫生局 我们的法务局的销保单位 还有农业局 我们就联手 一直在清查 我们桃园自己把自己的食安掌握好 不靠中央 卫生局提醒民众 选购国产蛋品时 要注意是否有产销履历标章 有机验证标章及溯源标章 所有国产鸡蛋都可以到溯源平台系统查询 切勿购买来路不明的蛋品